中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 从2008年8月到2014年5月22日 6年内发生了多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暴力袭击事件 其中最受瞩目的 2009年7月5日至7日 警民冲突造成197人死亡 警察和维族抗疫群众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爆发冲突 后来更扩大到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地区 总共有197人在冲突中丧生 大多数人是汉人 这也是新疆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 引发维族抗疫的原因是在6月底 广东发生了维汉工人群体斗殴 导致两名维族工人死亡 2011年7月18日 18人袭击政府大楼和警局造成18人死亡 18名维族人攻击南疆和田地区的政府办公楼和警察局 造成两名警察和两名人质死亡 14名袭击者被警察枪杀 2013年10月28日 天安门撞车事件造成5人死亡 一辆载有3名维族人的吉普车 在天安门上冲撞游客 后来汽车爆炸 车上3人以及2名游客丧生 这是北京首次发生类似事件 2014年3月1日 昆明火车站砍杀事件造成29人死亡 5名男女持刀在昆明火车站砍杀游客 造成29人丧生 这是新疆以外最大规模的维族人袭击事件 中国因此加强了全国的安全戒备 2014年4月30日 乌鲁木齐火车站自杀爆炸砍杀 造成3人死亡 79人受伤 两名可能携带自杀炸弹的袭击者 引爆炸弹 他们和另外一人丧生 另外8人持刀砍杀旅客 造成79人受伤 2014年5月22日 卡车冲撞乌鲁木齐市场人群 并投掷炸弹 造成31人死亡 至少94人受伤 目前事件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中国运输系统因此加强了戒备 等待会等待会 感谢观看